泰国曼谷一向是旅游圣地 不过泰国宣布了 要将曼谷两个字的英文名称和改调 而其实曼谷的原名本来就很长 如果翻译成中文 更是高达79个字 而至于它的泰文正式名称 其实泰国当地人都不太会念 不论是要欣赏宏伟的佛教寺庙 品尝美味又便宜的街边小吃 或者是享受热闹滚滚的夜生活 泰国首都曼谷一向是 国人海外旅游的首选之地 不过泰国内阁15号通过皇家学会提案 曼谷的英文名称将从Bangkok 正名为Krontet Mahana Kong 中文正式名称则翻译为 神经大都市永恒的因陀罗宝石之城 永不可摧的因陀罗之城 世界上赋予9个宝石的 宏伟首都愉悦之城 充满着像是统治转世神 至天上住所的维俄皇宫 一座由因陀罗给予 皮士奴建造的程序 总长79个字 不过对于这么长的首都名称 就连泰国人自己都不太会念 泰国人自己都认证曼谷原名 实在有够长有够难念 甚至在泰国 还有歌手把曼谷的原名写成歌曲 那时候有歌手 他有写歌 就是泰国曼谷的歌 所以我还记得他怎么唱 国泰国皇家学会则出面说明 Bangkok的英文名称 还是能继续使用 也不会对公共运输 或户籍登记等方面造成影响 至于中文艺名要不要改呢 网红泰国冰块解释 如果是按照泰文音译 宫铁马哈纳空 可能简称为宫铁 不过可能还是要由泰国华语界 做最后决定 东森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金币停靓 期典没有 我们下期金币